HELLO 大家好,又回到黎明精彈魔藍和金田一合作的NDS遊戲 很感激各位的收看 亦有些人表示玩過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的劇情其實蠻有趣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了 好了,下定決心是執行一個項計劃 這是誰?是金田一 是,金田一那邊 為甚麼是金田一 要不要繼續打探神隱的情報和美座的行蹤 還要打聽關於25年前的慘劇情報 不過有件事一定要今晚完成 難道你要調查? 沒錯,所以覺得那裡有事要在意 值得在意的地方是 OK 好了,要回答一些問題 值得在意的地方是甚麼? 如果選錯呢? 邏輯點就會減少 我這個真的代表HP 靈光一閃,就會有靈光閃 會消去一個錯誤 不過發動呢 邏輯點都會減少 OK 在意的地方 燈塔應該沒有在意 科魯寶爾即是那間餐廳 應該沒有在意 應該是這個資料管 應該是吧 對 對,只有金田一有彈這個樣子就知道 對 好 他曾經說過他都覺得那裡隱藏著甚麼秘密 在夜晚 真的要這個時間去調查 否則這個時間很難去調查清楚 你會不會潛入去 說不定我可以找到美座行蹤 各位大叔不要阻止我 誰說要阻止你 我也是一起去的 不能讓這個人進去 不好意思大叔 我也要 你留在這裡 對 七賴君不能把你捲入危險當中 沒事的 我們馬上就回來 一言為定 通常說這句已經是立了家 已經立了FREAD 我們應該少一點機會可以回來 我相信 可能 我都不記得了 準備好了嗎 大叔 我隨時都可以出發 準備出發 這個叫直暗島香土資料管 究竟早上和晚上管了甚麼分別 我們看看 等待這次一看看那裡 嗯 見有人巡邏 有警衛院 管我應該沒有 剪品重要到要派警衛院去調查 這些管 這些管 正常這些博物館應該會有甚麼 問問 怎樣 大叔 警衛院交給我 我們引開他們 趁機潛入去 這樣OK吧 你不看我B哥是警示廳的劍池警報 好啦 拜託你 搞定就找你了 大叔 拜託你 大叔 這個聲音是劍治大叔 喂 誰在那裡 站在那裡 這麼瘋 不如作戰成功 趁這個時間 直接打爛東西 引開他住 好 OK 和白天的氣氛完全不同 令人覺得有點奇怪 有甚麼奇怪 現在不是休息的時間 調查 有分別嗎 成為觀光地之後的資料 如果可以找到抗坑的資料就好了 值得注意 這個呢 和白天看到一樣 和這個抗坑相關的資料 只有這麼少 為甚麼只有一部分呢 這個 然後直按成為觀光地的資料 好 就是說 現在看到的資料 全部都是關於 變成了這個觀光島的資料 沒有任何關於以前抗坑的一些資料 沒有了 這裡甚麼都沒有 這裡 門裡面好像是放映大廳 好像沒甚麼特別 嗯 雖然奇怪的地方很多 不過呢 都是找不到的 難道是我的推理有錯 白閒一堂 嗯 甚麼事啊 甚麼事 突然頭暈 喔 有奇怪的事發生 好可怕 嘩 嘩 嘩 甚麼回事啊 我頭 頭痛到 嚇嘩 我到底做甚麼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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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鈞 金田一 有聲 誰叫我 我 聽住啊 你是請將直到救 說什麼聽不到 這個是不是就是美座 金田一骨沒有時間直暗就拜託你了 這個就是美座是不是 金田一發生了不知道什麼事 哎呀,這麼阻止 好,來第二天 這個就是柯南那邊 名偵探柯南那邊 好,再睡多五分鐘 這些日常的東西 那旅行才叫正常旅行 那些年輕人就會做什麼 柯南他們要繼續去昨天的調查 調查不可思議現象 這些事這麼上心 這麼平和不會有事 不行,原態未結束 我們要快點調查 雖然是這樣,但我忍不住 要去玩 我也想去玩 我也是 就是這些人 好像這些驗具調查 也是 而且調查整天沒有什麼結果 沒辦法 讓他們休息一下 好,大家承受著相當大的壓力 好,那我跟他們聊一聊 我跟博士聊一聊 好像對調查提不起極 沒錯 說不定給他們休息會比較好 好,去玩吧 一邊玩一邊調查就可以了 說得好啊 柯南 哎呀,你都很溫柔 就算給你們這樣 忍住都沒辦法投入調查 簡直好像幼稚園老師 比偵探人比較適合這種 不要說奇怪的野夫緣 好 哎呀,大家都準備好要出去 嗯?阿姨你是 不是阿姨 是民宿的立花老闆 是立花祖苗 阿姨 昨天你沒有去打招呼太失禮了 哦,是啊 哎呀,我們要去玩 早苗小姐 怎麼買都行 不行不行,再說一次 我知道了,早苗小姐我們要去玩 對呀,真是不錯 哈哈,真是奇怪的人 哦,對了,如果你們去島 到處走,有件事要拜託你們 拜託 買東西是不是 住了你們旁邊的兩位房客 他突然不見了 即是留給我們一起的女生一個 啊?這個就是金鐵日 看到他可以告訴你 突然不見了 嗯?這個不會就是所說的神人 蛤?你們都知道神人的事 難道真的發生了神人 真是擔心他們兩個 我以為只是單純傳說 可以問東西了 神人 他們兩個終於消失了 剛剛已經過完了 納法他們立即消失了 你們不是去玩嗎?快去玩吧 既然大家都敢說 一起去調查 好,到最後都是一起去調查 好,我們先問一下這個納花早苗 關於那個女生 請問那個女生在哪裡 他要去尋找消失那兩個 去了鄉土資料館 你是不是要去見他 是啊,我們要去調查 調查? 蛤? 我們是少年偵探團 是啊,去到這個資料館 我們就走吧 好,出發 好,出發 好,資料館 阿欣在哪裡阿欣 阿欣 去到哪裡阿欣 快點出來 那女生就是祖苗小姐講那個嗎? 看來是 好可憐 快點跟她說話 聞好,聞好,聞好 大姐姐 你在這裡住在這個民宿嗎?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 是不是在找神人那兩個人 啊? 為什麼你們會 我們聽這個民宿的老闆娘說 我們是幫助你 我是江湖寸臥男 是一個偵探 偵探 偵探? 我們是少年偵探團 我們可以解決任何事情 這個就是他撿了那個徽章那個 他撿了我們少年偵探團的徽章 但他忘記了 好,拜託你們 好,可以問你了 好,可以問你了 好,名字 七賴美雪 美雪啊? 我想問一下那兩個人突然失蹤的事 我意義突然失蹤是和我同級的青梅中馬金田一和這個劍池警報 好,金田一 刑警、劍池勇 警報?你認識的?為什麼要和這個刑警來呢? 我中學的同學說這個島有即將發生可怕的事 我們是為了防蠻於美而而來的 可怕的事情 這個就是慘劇 25年前的慘劇 信上沒有過 不過來到這個島之後就知道 可怕的事情就是指神人 雅一他們一定和美座一樣遇到神人 美座是 寄這封信的就是鳥與美座 我們去到這個島的時候 他就已經遇到神人 好,下落不明的人 然後雅一他們為了調查 昨晚來到這個資料館 就是這樣,早上都沒有回 為什麼調查神人要來到這個資料館 我們從某人說這個資料館很奇怪 那個人曾經說過這裡隱藏著秘密 然後他們兩個就去了調查 剛才的畫有點奇怪 嗯? 呼完有什麼覺得奇怪? 好,看看有什麼奇怪 我看不到有什麼奇怪 你有什麼奇怪的事? 跟美晰 tiles級的金田一的事 既然跟警示廳的刑警一起調查 簡直是好像某個高中室偵探一樣 哦,是那個,我不覺得奇怪 金田一?到底是怎麼人呢? 問問問,金田一 金田一是什麼人?為什麼要一起調查 他是那個名偵探金田一姦做孫子 金田一姦做孫子 不認識 嘩 真是令人吃遊戲 誰啊 說什麼啊 他是解決了很多 這個疑難事情的傳說中的名偵探 嘩 原來那個人的孫子 對手出現了 很有趣 現在不是有趣的時候 雖然是這樣 我也挺感興趣 金田一姦做孫子 金田一姦是誰 好 關於神隱你還知道什麼 可不可以告訴我 有一個人提供了這個情報的人 是一個記者 在發生神隱事情的時候 這個直暗島上以前發現過金塊 而且和25年前發生的某個案 好 傳說中的金塊 比起金塊25年前發生的案件更加重要 美雪姐姐和這個神隱事情有關 25年前發生的事件是 根據記者所說 今次的神隱事件和過去的島 發生的事情有很大的關係 那個事件就是 25年前的慘案 慘劇啊 25年前的慘劇 說不定和這個神隱有關係 25年前的慘劇 好 有一個新情報 神隱 關於這個慘劇是什麼呢 其實除了 除此之外的事情我們都不清楚 雖然那位先生打聽了很多 但是賭文都答不清楚 不知道完全沒有進展 最關的事都沒有搞清楚 只有這些情報搞不明白 情報太少了 對 不如在那個島走走 周圍打聽 在那個之前可以調查那個人 就是將美雪姐姐她們邀請到這個島 然後自己神隱的鳥宇美座 盡可能打聽一下這個鳥宇美座的人 那就是去她打工的地方 好 昨天那間店 好 我知道了 一起去 直暗小路 哇 很多土產商店 不要到處走 元泰 風花堂 就是這裏 就是阿叔那裏 蛤美雪 難道你說你知道了美座的行蹤 不是 其實 做甚麼 那裏不見金田一和劍池 他們兩個都消失了 昨晚都不見了 即是說那兩個都神隱了 怎麼會的 連他們 沒事的 我們一直在找他們 小朋友 你變我們是少年偵探團 交給我們 對呀 感覺不錯 不過不是小朋友玩的遊戲 我們當然知道我們是認真 認真 認真 可不可以問你一些東西 他們很擔心美座的東西 不可以就這樣不管 好 首先最後介紹 我們崩田娘子在這個商店打工美座的同事 好 風花堂店員 好 把詳細的東西交給我 想問些甚麼 應該都是問幾樣 幾時失蹤那些 失蹤的美座是甚麼人 是個很認真踏實的孩子 島上的人都很喜歡他 好像是他母親原來的故鄉就是這個島 所以他才來這個島 那美座跟他的母親一起住 不是 聽說他媽媽很久以前就過世了 好 風花堂就是這裡 可不可以告訴你這間店的相關資料 這間店只有三個人工作 就是只有我美座和店長 這個店是店長移居到這個島的時候開的 好像已經十年了 店長不在這裡 店長不是去了送江社衣物 就是去了找美座 啊 土產店都要做這些洗衣服 是最近才開始的 店長就是喜歡挑戰新市民 好奇怪 竟然這個時候無端洗衣服 不是賣東西 金田一他們去了資料館調查 然後消失了 兩個人就是在鄉土資料館神人 真的跟這個神人有關 我們都未很清楚 所以先來問你 關於這個資料館你知道甚麼 資料館要告訴我 資料館在被封鎖的礦坑遺跡上面 那個地方就是甚麼 好 25年前的慘劇 你知道嗎 25年前的慘劇 不是我還不知道 我兩年前才來到 這麼遠的事我不清楚 OK 店長應該差不多回來 知不知道誰會知道 25年前 店長應該都未來 啊 那是來 我聽說民宿老闆娘很久以前就住了 民宿老闆娘 不是真的來 立花祖苗 好 這個就行了 無理難就不是 立花祖苗 奔田娘子就是眼前那個 鳥與美座就是消失那個 那就是立花祖苗 是不是就是立花祖苗 小朋友約你知 對 我們就住在他的民宿那裡 直接去問祖苗小姐會快些 好 我們馬上去吧 咳 好 加油吧 小偵探門 好 搞定 走得 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他會不會有些地方 要 就是不跟他這條路線去調查 譬如可能有些什麼詢問 他會有一群人 沒有的話會不會沒有問題 我看看 他這裡是沒有東西可以回答的 那可以吧 我怕他會有一些 有一些是你要自由去探索的地方 好 祖苗小姐在這裡 總覺得他的樣子有點奇怪 好 準備問他 發生什麼事 喔 是你們啊 糟糕了 糟糕了 有什麼這麼糟糕 發現屍體啊 年輕女子屍體 我又來了 終於 我在想會不會在我那邊的姑娘 啊 你是 我平安沒事 令你擔心 太好了 我真的很擔心 屍體是 那個女生似乎是從燈塔上掉下來 不行不行 怎麼可以跟小朋友說 難道謀殺呢 美左 走吧 美雪 我們都要去啊 你們老實站在這裡 只有柯南一個去啊 太狡猾了 不可以讓他們看到死人 這件事告訴無理偵探 好 我們馬上過去 好 那個小朋友已經洗走了 我們可以繼續行動 好 來啦 又會在燈塔掉下來 好 聽說這個燈塔發現年輕女性的屍體 我們馬上說 難道是這個鳥宇美座 當我趕到過去的時候 好 第一宗案件終於出現了 那個是 是不是就是鳥宇美座 不是啊 美座 哦 這個是啊 那個躺下就是美座的姑娘 沒有辦法抹大眼睛 這個就是鳥宇美座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明明這個柯南的樣子 冷靜點我們是警察 為了確保完整性不要碰到屍體 你是 美座 果然從燈塔上掉下來的女色是美座 但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這個店長很可疑 這個是警察的責任 如果警察努力點換對話就好了 這些事就會發生了 不是啊 不關我的事 警察盡力了 我們是很拼命的了 捉了藉口 已經花不到你了 美座 那個 美雪姐你沒事吧 嗯 那個跟警察大聲說的是誰 他就是店長 穿其櫥 穿其櫥 原來就是那個人 真的嗎 怎麼會這樣 是不是因為神隱而死 千萬不要這樣想 千萬不要這樣想 一定要堅信金鐵也沒事 美雪姐姐 也對 謝謝你柯南 因為神隱而死 哪有可能呢 死亡真相等我們揭開謎題 這個不是擺明嗎 在偵探面前發生案件 要做的只有一個 鳥宇美座 屍體被發現在這個燈塔下 我們準備調查現場 首先調查一下屍體 屍體到處要觀察得清清楚楚 好 首先先觀察這塊石 有血跡 果然是美座小姐的血 太多了 頭部似乎受到重創 在燈泊上跌下來撞到頭 但是等等 按這個土質地面來看 頭部的傷勢太嚴重 在那塊石 如果撞到那塊石 就可以理解 再調查一次那塊石 喂 做什麼呀 不可以接近 喔 對不起 對不起 這些事情 我不會放棄 先調查一下那塊石 有什麼調查? 果然沾著這個血跡,似乎有其他的線索,調查清楚 BD調查 挺有趣的 Google射好,調查調查 好,仔細調查一下,L旋轉 怎樣調查? 這裡有兩個地方,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白色是油漆,上面怎麼會有油漆呢? 喂,你這個小子,不要再走過去 毛利小吳郎 不用下這麼重手,柯南 好,下手都不留情面,沒事沒事 敷完他們呢? 將那些小子帶來只會搞亂現場 不過是呀 你要跟他回去,之後等我出場 你是... 難道是名偵探沉睡小吳郎? 哎呀哎呀 想不到呢,這麼出名的人來到島上 我是這座島派出所上班的紅田蟲三 我就是親切稱呼為亞蟲先生 島上的 好 又來了,各位我來到不用再擔心了 完全得意 希望你不要太大氣 那個被害的女性就是土產商店風花塘打工的鳥與美座 沒錯,幾天呢,失蹤 嗯... 他是從上面的指望台帶來後死亡 是事故還是自殺呢? 都有可能是他殺 暫時才聯絡本地的警察過來之後 從313... 蛤? 沒辦法聯絡?為什麼? 沒辦法聯絡?什麼事? 先問問一下 為什麼不可以聯絡? 事實上前幾天因為風暴打雷 連接電話線的電纜已經燒壞了 這座島很久以前就是雷電多的一個區域 也是因為這些緣故 即是說這個島沒有手機訊號 不能去跟外界聯繫 正如少年所說,現在只能等明天的船 現在這個島是跟外界完全隔著的孤島 沒什麼擔心 這樣的話,明天的船來 這些案件已經被我解決得差不多了 調查一下吧 如果交給他,說不定會有什麼意外 好好誘導他,仔細地探索先 先跟他說那個遊七先 好吵啊,好忙啊,到處走啊 好 美座小姐是不是從這個燈塔上跌下來 是事冠還是自殺還是他殺呢 這裡有沒有可以再看呢 還是沒有可以再看呢 可以再看,有一個我還沒看完 一定要把石頭的事告訴他 哎呀這個石頭有血跡 有血,讓我看看 這個血真的是他的血 還有一個地方值得注意的 那個也要告訴他 那個遊七的東西 又看多一次這個3D 遊七 就是這個白色遊七 哎呀這個是什麼 啊這次又怎樣 看看這個石頭有個白色遊七的東西 在哪裡啊,看看 對呀,有個遊七的東西 對呀,有個遊七的東西 在這個地方掉下去的石頭 為什麼會有遊七呢 是不是在燈塔的時候 遊七飛出去的時候 什麼,遊燈塔的時候飛出去 但是這座塔前面都紅色的 以前還是白的 不是,以前都是紅色的 蛤? 哦是呀 哈哈哈哈 真的 必須叫叔叔去調查 美座小姐的屍體 美座小姐的頭部好像是受到嚴重的撞擊 又是你,不要走進來 看這個屍體似乎已經死了一段時間 死亡時間應該是昨晚深夜 有沒有調查過他的持有物 沒有啊,還沒有啊 調查一下吧 我看看 嗯,這個是 那個袋裡面竟然有這個東西 那個錶啊 從這個碗打的尺寸來看 應該是男仔手錶 男仔手錶 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在這個袋裡呢 這個手錶很奇怪 最好調查一下這個手錶 這個手錶有計算機的功能 上面有一個奇怪的算式 奇怪的算式 1加11 這個算式是代表什麼 1加11 這個算式會不會跟這次的事件有關呢 無理偵探怎麼看 按照這個情況還未清楚 繼續調查一下 哦是呀,那這個錶先拿走 你調查的時候會有用 至今從未撲到過出現死人的事情 至於怎樣探索 怎樣調查之後進展我都不知道 原來是這樣 我明白了 那等我保管吧 為什麼會不會保管 保管這些靜物 他為什麼會拿著一個 不適合自己尺寸的藍色手錶呢 非常了解美座小姐的人 或者會知道手錶的人 非常了解美座的人 紅田蟲衫 穿其桌 這個 問打工老闆 穿其桌 這個人有點可疑 你沒事吧 叔叔 多謝不要緊 但是美座竟然死了太悲劇了 你都過了你是美庶小姐 真可惜 說起來 金條一骨和劍子 沒有看到他們 因為事實上那兩眼都神癮了 真還是假 對 怎麼會這樣 這座島究竟是什麼事 怎麼了 想問叔叔一些事情 是什麼 弟弟 可不可以向這個風花堂店長問些事情 問什麼 保險士指什麼 又要再問過 這個 國歸這個的證詞 從今為止入手的證言證詞 證據人物 關鍵詞選一個 如果選錯 這個邏輯怎麼會減少 這個 看看這個是標 叔叔在美座小姐打工的店長 拿著的手錶應該都見過了 事實上是想給你看一件事 這個標 這個是裝在美座小姐的袋裡面的東西 這個是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我不知道 他有點奇怪 有動搖的態度 好奇怪 這個是藍色手錶 是美座的東西 不好意思 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喂 小小姐跟我閉嘴 老闆 這個小小太煩了 不會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再追問 這個很奇怪 總之調查得這麼多 算是有了 現在注意到有三點的地方 好 注意到就是這三點 第一個是 大石頭 靠近美座小姐的石頭 那塊石頭有血跡 是否從燈塔掉下來 所以頭部撞到石頭 尖到血跡也不可疑 嗯 如果只有血跡也不可疑 我覺得奇怪的是 那個油漆 白色油漆 滾到地面的石頭 為什麼會有油漆在上面呢 原來是這樣 值得注意 還有什麼其他 好 還有錶 錶上面的奇怪的算式 美座小姐的袋裡面 有這個男性的手錶 但不僅如此 那個錶還有計算器的功能 而且上面有個奇怪的算式 1加11等於 可能是那些日文的讀音 還有沒有其他 還有其他 應該是那個人 穿其桌 復化堂店長 是否是美座小姐口袋 那個裝的 藍色手錶 藍裝手錶的時候 那個人不知為什麼 態度有點動搖 好像要隱瞞些什麼 雖然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但也不清楚 跟他死也沒有關係 或者可能完全沒有關係 暫時還沒有肯定 究竟是意外自殺還是他殺 無從入手 怎麼會呢 去另一個現場調查 應該有新的線索 這個現場就是 燈塔的展望台 在上面 沒有人說要走上去 真的 大家都說明 是跌下來還是怎樣 在燈塔旁邊 在上面 有一些線索的情況 就很大機會 好 原來是假的 按照這個情況 恐怕不能隨隨便便便上去 不用擔心 我有打算 有什麼打算 晚上再來 好 只要好好利用那個就可以 喂喂叔叔 不用去燈塔的展望台 看看 如果說美座小姐 是從燈塔上跌下來 或者可能會有什麼 留下 有些重要線索 的確是這樣 可不可以讓我們調查一下 展望台 放完了 去吧去吧 好 立刻上去看看 走到這裡 真的相當累 的確很累 沒有燈 沒有電梯 但是沿著這個螺旋狀的樓梯 一圈一圈爬上來 真的相當艱辛 嘩 上面看起來很高 好害怕 這裡已經看到一些奇怪的東西 好 首先這張椅子 這張椅子 應該是有個 這個是不是油漆 就是掉了漆 長椅上的油漆 有一部分已經脫落了 等等 這個難道是 看看這個叔叔 看什麼 這個長椅子 好像剛剛有油漆 但一部分的油漆 就脫落了 那又怎樣 說到這個份上 都是不行 沒辦法 講清楚 和這個展望台緊密相連 這個就是 那塊石原本是放在這裡 大石頭 大石頭 變成長椅子 這塊石頭 這塊石頭 也有尖有美佐小姐的血跡 她的頭部是撞到石頭上 沒錯 這樣的話 又可以講說明什麼 振作一點 知道這個 美佐小姐的死是事故還是自殺 或者他殺 就可以清楚明白 當然她的死一定是 他殺的 沒錯是他殺 這個一定要讓她知道 為什麼放在這裡的石頭 現在會滾到下面 難道是有什麼人扔下去 扔下去 對 是這樣的 她的死是 終於明白了 但有些地方都是搞不明白 沒有你偵探 又是那個叢衫 好消息 他是他殺 我們一尾在考慮 他在哪個地方掉下去 但我們從一開始搞錯了 他沒有爬到這個展望台 他一直是燈塔的下面 是燈塔的下面 他的頭部受到重擊 不是因為這裡掉下去 沒錯 他頭部受到重擊的原因 是旁邊的大石頭 這個石頭 原本就放在這張牆椅上 然後有些什麼人扔下去 那個就是殺害美佐小姐的兇手 兇手從這裡 瞄準了塔下的美佐小姐 把石頭扔下去 原來是這樣 嗯? 但有點奇怪 他死亡時間是昨晚的深夜 這段時間一片漆黑 在這些這麼差的晚上 可不可以擊中下面的人 沒錯 的確很奇怪 難道他打算聽天由命 如果沒有擊中那怎麼辦 恐怕兇手打了夜視鏡 是嗎? 不會可能 原來這樣 怪無理偵探 兇手是從這裡扔石下去 這樣的話兇手是 拿著石爬到這裡 是嗎? 蛤? 昨晚晚上在這個展望台 繞了一圈 看不到這塊石 說實話 這裡都沒有可以長時間 隱藏石頭的地方 咦? 也就是說兇手 在著手犯罪的時候 才把石頭搬上來 這個石頭搬上來 也是一個問題 拿著這塊石頭 爬上去幾乎 不可能 噢 還有什麼問題 原來只有這些事 蛤? 兇手 他的大力士 還是 這是什麼答案 原來這樣 真厲害 不過是無理偵探 總之現在了解到的狀況就是這些 你有什麼好消息 有一個在昨晚目擊到被害者 尾座小姐的人出現 目擊者? 那個人在哪裡? 在下面 要不立刻去詢問 好,調查在這裡 這是什麼? 水嗎? 水龍頭 沒有什麼特別 欄江 這個扶手很低 尾座小姐在往下看 或者真的有可能失足 好,調查到此 下去問他 我問什麼 昨晚目擊到那個人是變為 噢,就是釣魚佬 好 明白了 要問什麼呢? 好 釣魚佬 昨晚晚上10點 這裡附近夜釣好出名 昨晚回去的時候 老葛燈塔前的道路 看到什麼 嗯? 在那個時候 在爭吵什麼 一對男女爭吵 因為是遠處見到 所以不清楚在吵什麼 但是那個女性就是死了那個女人 就是這樣嗎? 你肯定? 剛才看到她的屍體 跟我看到那個女人穿的衣服沒有一樣 我想應該是她 那你一個男人呢? 好 跟未穿小姐做的是什麼男人 那個 看不到樣子 他說身形相當高 而且穿著黃色外套戴著帽子的男人 不過因為太暗看不清楚她的臉 黃色外套戴帽子的人 完全看不到那個樣子 沒錯 在這裡附近沒有什麼光 我都是遠處看到 如果靠太馬 說不讓她被牽扯 特別最近 不太和諧是什麼 不太和諧 還遠處看已經是我的極限了 生命女男女吵架 即使好奇也不會過去臭熱鬧 好奇也不會過去臭熱鬧 的確 黃色外套的男人 我所看到的就是這些 謝謝你的配合 那我告辭了 黃色外套戴帽子的男人 難道是那個男人把他 可能性很高 如果是高大的男人 要把那個石頭搬上來也不難 立即調查那個男人是誰 很抱歉 請你們罷手 是誰 你是 我們本島鎮長日衝的秘書 屠魚雅子 是誰 不知道是誰突然彈了這個人出來 好了 我們暫時這次劇情來到這裡 下次再看看這個案件 怎樣完結 暫時已知道是TASA 但未知任何事情 我好像對這個案件有點印象 不過一些具體細節位置不清楚 好了 先到這裡 拜拜